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環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剛剛上樓的名單 上兩期已經跟大家預告過 我們在Brandwood都有兩房兩次 而且還有兩個車位 其中一個車位充電和兩個房間 地段就是在Brandwood 而這個建築我們之前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它是2020年喜好 發展商是Polygon 樓的名字叫Fulton House 我們是一個高層的兩房單位 我們的樓高是30樓 而這個單位的開織是極實用寬敞試鎮 門口進來是一個洞都沒有浪費 已經是很闊的廳 加上後面的廚房 無論你在吃東西的Island位 或者是前面的Dining Area位 還是旁邊還有一個很闊的客廳位 這邊是有儲物空間 看回後面的景點主要是山景 再夾雜新新舊舊高高矮矮的城市景觀 我覺得其實雖然看多了樓 不過也有山景在後面 而且建築不是太近 所以我想大家去到日落時分 或者去到夜晚都會有很漂亮的City View 看到新舊和很多不同的發展 我們稍後跟大家出去露台看看景觀 我們繼續講到極寬敞的Layout 現在的新樓 我們Cary不是買很多樓花的 大家上網站CaryQuad.com 看到不同的樓花 我們總有一條Re-Sale 一條Listing 一條Pre-Sale 怎麼這麼多新樓的樓花 已經很少很少可以找到這樣的開織 如果可以開到這麼大的客飯廳 加廚房 還有兩房單位 因為已經去到一個在Burnaby的天價 我之前有賣過 Amazing Burnwood Tower 5 的一個高層四十多樓的樓花單位 才有一個這麼闊的廳 都差不多去到一百六十多萬 當然這個是2028年才起好 我們這個單位 其實是說一百萬都不用的 雖然有幾年扭零和沒有冷氣 但是你向北的話 又不會超級超級曬、篩斜、熱 最重要是很實用 廚房是L-Shade 也很大 很多桌面空間 加上Island 而且它的Island也很實用 因為它的洗手盆和爐頭 全都很長 所以這個Island 你完全可以當餐桌、workstation、搓麵粉、弄包 我爸爸喜歡做饅頭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 顏色也是簡單明亮 白色廚櫃為主 配了灰色的檯面 地板也是深色的 所有的電器都是大size 30吋的大雪櫃 牌子是Bosch的 下面有兩格一大一小的櫃桶 現在這個單位是Vacon了 我們都做好了專業的清潔 大家如果已經買了的話 就立即可以搬進來住 這個檯面 5個GAS爐頭 30吋的 下面就是焗爐 抽油煙機的話是會換一個新的給大家 這個暫時是不可行的 過兩個禮拜屋主就會換回新的了 所以下一手大家會有新抽油煙機用了 儲物空間也很多 上面全部都是頂櫃 大家看到可以放很多東西 很長 真的很多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長的L-shape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放東西 它的牆壁上面都是這些 好像這些是塑膠 玻璃磚 玻璃磚 所以有一點反光 感覺上會令到桌面空間大了 然後是Double Sync 然後下面就是有儲物空間 也有一個已經裝好的垃圾桶在這裏 停停停 是 慢一點點 對了 就會有一個裝好的垃圾桶在這裏 然後之後呢 旁邊就是洗碗碟機 牌子是Kitchen A 洗碗碟機是Kitchen A 然後呢 檢查一下這個轉彎櫃 轉彎櫃 就不是很大 不過裡面是轉盤 所以你放東西都方便 但因為這個開口不是很大很闊 所以太大的煲鍋 可能放不到在裡面 放一些小煲 旁邊這裡就有一個小櫃 然後呢 這裡就有三四格櫃桶 兩格 三格小的 一格大的 然後廚房、爐頭、旁邊都有很多主食空間 好了 那大煲、大鍋放在哪裡呢 就可以回到Island這裡了 Island下面呢 這裡有兩個大的空間 那些很大件的炒菜鍋 那些就可以放在這裡 微波爐下面也有個大櫃桶 所以呢 住民空間都很足 旁邊就是微波爐 我們去看看 另外呢 剛剛說了這個是飯廳 這個是客廳 然後它的開織有個優點 我特別喜歡就是 它的兩邊房是分開的 即是主人房和小朋友房 或者客房之間干擾的程度很低 而且呢 因為呢 我們先看了這個2nd bedroom 因為2nd bedroom圖 2nd bathroom 極似 你基本上這裡拉一條簾 就已經是雙逃房的設計了 很棒了 那我們進去之前看看這個 那entry closet裡面 咦?它有沒有entry closet 有 有 門口進來 是一個entry closet 已經可以放衣服 放鞋子 那些東西 隨時之外呢 在這邊的空間 或者很靜 這個積極完全是長方形的 是不是? 對 進來之後呢 就有個size by size washer dryer 大家如果想的話 它的size 都可以再換一個大一點的 即是大一點的LG 都可以 那這裡就暫時沒有做桌面 你可以再掛衣服 那些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space 我們進去客房看看 最後先看主人房 客房在這裡 向北的 客廁就在這裡 房間的size 坦白說 相對起剛才那個極大的客廳 他就不是超級spacious 但是都ok的 雙人床 queen size肯定放到 那景觀的話 就會看回一樣的風景 向北邊看 而且它多了個小小的窗 所以那邊是西來的 所以有少少西邊陽光進來 即是說 即是在夜晚 都可能會有些光 可以進來 然後這個就是衣櫃 對 雙門衣櫃 好 然後我們就去到這個單位的另一端 我廁所不看的 sorry 忘記錯 蓋一蓋 好 這個是洗手間 走兩步 就已經去到second bathroom 也都很乾淨明亮 地磚 然後浴缸 上面有個ring head 這邊就是有個整個台面 這個櫃就是大家要關門才可以全部打開 因為有少少scratches 然後 這裡也是一塊大鏡 就沒有再做鏡櫃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走去單位的 遠遠的另一端 就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廚房的這一邊 也是鋪了地毯的 進來之後 這個是walk-in closet 所以門口進來 後面是洗手間 先進來是walk-in closet 上面應該就是那部HLV 或者那部機器在上面 這個單位是沒有冷氣的 有暖氣 所以取暖是這些base board 用回電費用者自負 然後這個主人房就明顯 比剛才的小房大很多 就是肯定可以放到queen 分分鐘呢 逼夾少少可以放到king 喔他是king的 他這兩個電制位 是可以放到king 對 放到king size 不過床頭櫃要小些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雖然單位主體向北 但其實主人房 是有一個很大的窗 向東邊 你可以偷一些morning sunlight 大家可以看到那邊 其實這裡已經看出來的景觀 就是Brandwood的time center AmazingBrandwood那兩座 Solo 後面ConcordBrandwood 未來中間還會有樓起 但跟我們有少許距離 看看自己的露台 還有很多窗 這個房間很光亮 然後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就在這個門後面 主人房的洗手間都很闊落 其實你進來 這個地磚跟剛才的客人不同 更新的地磚 也有一個比較長的洗手盤 所以你下面會有比較多儲物空間 而這個設定 你也不需要關門 就已經可以access到所有櫃 有三格小櫃桶 一塊大鏡 然後洗手間 到這裏就會是浴缸 就不是浴缸 那浴缸之外 它後面還有一個尺寸 可以讓你放洗手水和護髮素 還有一塊石的位 老人家有時候可以坐下 怕站在這裡很累 或者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這裏也是一個超大的Ring Hat 牌子都是Ground 也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Handhill Shower 所以這個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 設計明顯地是好的 我們剛剛說了 看了這麼久 大家覺得這個單位有多少尺 九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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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走進來不看 我真的覺得可能 露台你不看嗎 對 好 我們看露台 這個就是向北方向 剛剛在主人房 看出來都看到露台很闊 尤其是主人房這塊向東的大玻璃很大 這裡有一啟 這裡有一個類似主力長身 這邊都很闊 而且整個露台都遮蓋了 所以大家在這裡絕對可以 BBQ 或者放些沙發 放些椅子 享受外面的景觀 好 我們看看單位 其實我們這個Fulton House 地址是2388 Beddickson 我們的地址是剛剛好 在兩個Skytrain站的中間 那邊更多樓 和看起來更多新樓的 就是Brandwood的站 我們已經分享了這麼多次 因為那邊三大屋苑 Solo在正前方 下面這個吊車位 就是Solo 4 然後那邊是Amazing Brandwood 有一座Hydro在後面 那邊就是Concord Brandwood 你看到Skytrain在這條軌道 跟我們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所以很多朋友 有時他們喜歡住在Brandwood 但又覺得那邊好像太密集了 跟Skytrain逼迫 聽到很吵的聲音 有時會寧願買遠一點的地址 沒有那麼密集 這個是Brandwood站 下一個站就是這裡 Skytrain軌道 會有一點向西南方屈下來 另一個站就在這個位置 他的站的上蓋都在建一個樓盤 那個就是Gilmore Place 應該都本身預計2024年落成 但現在看款應該都要2025年了 最新最新的座 起好的樓 其實就是這一座 Kimbo 可能香港朋友都很熟悉 因為他之前在香港 好像擺過很多次展銷會賣的 都收了樓盤 然後大家看到都入住了 然後前面這些地址 類似比較industrial retail 暫時未知道有什麼發展 將來有沒有發展空間都有 但未有planning 好像這些是比較新的 就不會移動了 然後看看還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遠一點大家看到有一塊草地 這個作為地產經紀 Carrie也要提出給大家聽 它其實是一個永久景觀 因為它不會變的 原因是因為大家上Google都檢查到 其實它是Cemetery 所以變成永遠都是這樣 我知道有些朋友會很介意 但其實大家會看到 整個Brandwood不斷起樓 很多樓不同的方向都會看到它 所以大家自己心裡想想 好不好 吃飯買菜怎樣 其實Carrie有幫大家檢查過 最近最近的超級市場 就是這裡一路向北走 過了SkyTrain軌道 你現在看不到 就是那個位置 Staple的對面 這座咖啡式樓的後面 就有Save on Foods 這個直線距離走過去 我想5至7分鐘就可以走到 另一個超級市場 我們自從機制進去看過 和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那個whole food 賣很多organic foods 就會在這邊 其實差不多 打斜走 可以打斜走 另一個block去那個位置 就是Solo 就是whole food 當然如果再想吃飯 其實on low heat 都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然後那邊 這裡打一閘角過去 Solo的後面 已經是Amazing Brand World的商場 商場裡面本身也有food court 也有很多餐廳 也可以喝咖啡 可以shopping SkyTrain站兩邊都可以 看來SkyTrain好像是近些嬌磨 差不多了 兩邊都近的 OK 其實這個單位 室內面積是882呎 就是極之實用 可以補充 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們這裡有沒有分實用面積 建築面積是沒有的 跟香港不一樣 當然 你眼看都會看到一些單位 可能因為corner unit 或者點骨來挖去 有些酒樓浪費了 這個就極之實用 門口就是這裡 所以你門口一進來 然後就已經全部單位 可以用的地方 全部都用盡了 這個單位當初 屋主買入的時候 還加購了一個車位 以及升級了一個EV 這些都是Extra Cost 所以大家買回來的時候 會有兩個車位 其中一個車位 是有充電的 另外也有兩個Locker Extra Locker 也是當初屋主買入的時候 加購的 除此之外 Pollygon Fulton House 這個建築會所都OK 除了各個建築 除了一些小的Gym Party Room之外 還有泳池 所以大家如果將來自住 想每天健康去游 游泳 游泳也是最健康的運動 的話 下面也有泳池 現在管理費是430元一個月 我們的掛牌價 在2月12日的時候 上盤會是84.9萬 歡迎大家來Open House Open House是之後的週六日 2月17日和18日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Carrie預約 多謝大家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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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